字幕組織 李宗盛 擦擦鏡頭 哈嘍 哈嘍大家好呀 大家晚上好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不要怼他 他不可能進我直播間的 沒錯我今天上公演了 還有人不知道我今天上公演嗎 我真的 我很傷心啊大家 就是我整個人很傷心啊 我剛剛在房間說我說自己 我說那個黑白格子群舞台很好看 我說大家都很好看 然後大家說你們竟然說什麼 希望你也安排上 謝謝啾啾的玫瑰花 我今天只是助演 就是正如我房間標題說的 我今天是助演 上了但沒有完全上 我真的無語我就是無效公演好嗎 我昨天 昨天被扣錢了 然後今天沒有工資 誰懂 對啊 助演是沒工資的 問題是 問題是其實是我可以 我是可以上公演的 你們知道吧 就是 我都笑死了 其實我是可以上的 前四 因為今天前四 沒人沒人跳 為啥扣錢 因為昨天超時了呀 昨天超時了 哈哈哈哈 一些反諷 直播標題 一些反諷 我們就是超時了 所以被扣錢了 昨天 無效公演 本來就只有80塊錢 然後還扣了我50 然後今天又沒有工資 誰懂 超時了7分鐘啊 才7分鐘 我還以為超時了 沒想到7分鐘也要扣 一些難過 好吧 繼續加油 第一場就是義務公演 嗯 對 就是今天算是 義務公演了 虧了應該多超一會 對呀 既然要扣錢 還不如咱們就是 多超一會呢 今天公演沒超 但是今天我沒有 我沒有就是 我不算上公演 就是 不算有 有那個 不算有工資的 傷心啊 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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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四明顯有空位 對呀 我今天 因為我是坐在休息室嘛 我想著我只是個助演 我就不去後台了 因為後台還蠻緊張的 人太多了 你們知道吧 加上今天的生日主演 還有 本來Z隊公演人就多 然後我今天就沒有坐去後台 然後後面我差不多在他們跳完 後四的時候我進去就是 我自己給自己做頭無法嘛 然後 然後瑞子他們就說 你今天怎麼沒有上 我說 我說啊 我今天沒有站位啊 然後瑞子說 今天前四什麼 16號位是沒人跳的 然後我才知道 16號位沒人跳 就顧著撿東西 對的 今天又是周邊 周邊 滿滿滿的一天 虧了虧了 然後我當時說 我說那我 那我後面可不可以就是上 讓我就是來賺一個公演錢 但是後面就是也不行 現在Z隊已經是中泰人最多的 是嗎 確實哈 二十有多少個人 二十個人有了吧 今天也很努力 美美的大光明 我哪天不是大光明 不是後面後面 後面也算半場吧 但是後面那個 小凳子前輩要跳 對 對 我不知道 我沒看到他 我很少 其實我 我就上了一首 我也不知道他在不在 對 讀書成員都挺健 所以位置緊張 其實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跟小凳子前輩 我倆商量的是 因為他今天聖誕嘛 所以就 我上昨天 他上今天 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著 今天那我就 光祝演他 但是好像 因為 呃 貴君前輩就是 呃 前面是不上的 所以小凳子就上他的位置 對 所以導致前四的 十六號為什麼沒人跳的 早知道我就去跳了 嗯 對老師其實也沒有就是 安排好 不是我是十六號位 貴君前輩跳的是九號位 不夠四首歌沒有工資 咿咿咿咿 嗯 嗯 對對對其實我倆 已經算溝通好了 我倆已經算是溝通好了 就是說我今天 他明天 但是沒有想到其實 可以跳的 就是我要是想上去跳 我也可以跳 對我可以跳 嗯 跳的前四首歌有多少錢 嗯 一場公演的話 八十吧 錯過了一次跳公演的機會 對呀錯過了一次跳公演的機會 而且 而且還那個還就是 沒有工資 為什麼你有進場特效啊 你這個怎麼拿到的 還挺炫苦 對啊 夠四首就能拿 八十 謝謝 謝謝Simon Rabbit的奶茶 怎麼還有進場特效的 搞特殊是吧 抽獎 不錯呀 手機不錯呀 這個進場特效有點炫酷 MC算一手嗎 MC不算 對啊我要是上我還可以上個MC 真的是 謝謝馬爾辛的奶茶 咱們就說一整個 剛更新口袋 不更新不能用這個特效 MC能拿多少 什麼叫MC能拿多少 就是你上一場就拿一場公演的錢啊 難道還分part拿的 謝謝 這個ID叫做 Cepra 後面就不知道了 Cepra 的螢光棒 不跳我就不能上 我今天算是沒有上公演的狀態 所以我沒有MC 我只是一個助演 相當於 對吧 上了就能多看簡西西了 你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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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不是沒有來看公演嗎 你只是來劇場 還是說你切到票了 俄語啊 原來是俄語 切腰不會俄語 不會俄語 看看公演是吧 Don't play with me You roll my heart 謝謝西遊的奶茶 下週 下週的話應該就是和 和小凳子前輩分了 在年前咱們就是沒有按新順未來的話 就是 我們分半場了 只能這樣了 沒有辦法 嗨 哈嘍哈嘍晚上好呀 今天得我 穿的很刮 但是 助演的那個衣服又很花 屬實是一天之內 把男人女人都當了 今天小喬 小喬特別搞笑 我跟他一起去 因為我們不是聚餐嗎 我跟他一起去 就是上廁所 然後因為這時候 我們倆不是 我們倆在外面等 龍員 因為他們還在裡面 我們倆就站門口等 然後這時候進去了兩個 很高很高的女生 超級高 起碼有一米八吧 那兩個女生 然後我就戳開 我就戳小喬 我說快看快看 然後 然後小喬就笑了 然後我就看他 我說怎麼了 我說幹嘛要笑 他說你好憨啊 笑死 小喬說你好憨啊 我說我哪有 不准說我憨 他說你就是好憨啊 太好玩 我說不准說我憨 不過我跟他說 我說確實我粉絲很多 都說我很憨 小喬寶貝好可愛 真的 他們就是去 在上海的時候 不是就是 團結了嘛 然後我就 他那個圖片 真的好可愛 他們的圖片 好可愛 誰懂 對我倆就在那 特別搞笑 我們倆在那裡玩 小喬好可愛 誰懂 狠狠的就是 麻粉 麻粉的那個 DNA 動了 誰懂 喜歡 喜歡一些 對呀 我的女兒 蜜蜜班的女兒 不是 小喬 誰是你女兒 就很可愛啊 就 然後他就說我很憨 我說哪有 我說我可是瓜呢 我可是就是要做瓜的 我可以做瓜 他說 他說啊你做瓜 你怎麼知道這個詞 我當時就跟他說 憨瓜 不好笑 謝謝 今天聚餐室的那個 哥老觀 怎麼還真有人叫憨瓜 因為他說我很憨 然後我說我要做瓜 後面我們就說憨瓜 然後我們倆就笑了 太好笑了 怎麼有人叫這個ID呢 好巧啊 沒有在內涵你的意思 沒有 不是在說你的意思 有緣有緣 謝謝 這個ID我也第一次見 對 真的好笑 謝謝原來真的有人叫憨瓜呀 哈哈哈哈 嗯 嗯 潛水突然被cue了 這就是一些 循循懂吧 像在閃戲的時候 我同學他們就說 千萬不要說什麼 白天就是不要提到 就是不要說別人壞話 我說為什麼 他們說 因為陝西地方鞋 你就是 你說到這個人 他可能就會在你 就是旁邊 好困 嗨晚上好呀 對啊陝西地方鞋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屬於說是 兩米一個木 你們懂的 我們真的超愛火鍋 因為火鍋就是比較 受眾比較廣一些嘛 大家都喜歡吃對不對 火鍋是最不會出錯的 卡了我沒卡耶 是你的網不好 為啥不吃海底島 海底島都吃膩了 次次都海底島 是那個外面是辣鍋 中間是番茄和金湯 美食之多 美食之多 對啊吃火鍋是比較 就是大家都喜歡 就是不會出錯的 不會有人不喜歡的東西 我在淘寶上買了一個 那個生日優惠 但是也沒減多少啦 他說是六折 但是他的挖還有他的飲料 還有他的鍋底 都是不算在折扣裡的 海底島現在竟然還有豬肚肌 對啊 海底島現在竟然還有豬肚肌 海底島豬肚肌那個鍋底還挺 想在廣州常常餓魚和蛇嗎 謝謝不想 不想 單人自熱小火鍋是一種反社交活動 我也覺得 光顧著自顧自吃了 在海底島吃椰子雞指日可待 為什麼 為什麼在海底島吃椰子雞指日可待 我也覺得 啊對了我得就是開始 就是考慮哪天去請我的豬肚肌他們吃飯了 哇真的最近都是一直在吃大餐 寶太有家椰子雞還不錯 是嗎 我想在附近吃我不想跑遠了 謝謝榮哥的奶茶 別約了約不到了 為什麼為什麼約不到 能約的 大家周內都沒有 應該沒有人在請可吃飯了吧 不至於吧請個吃飯怎麼這麼難啊 年前能約上嗎 但願吧 但願快點把這個事情解決了 年前的事情 年前解決 謝謝賠償的巧克力 大家都很忙 大家都大紅人 各種被請吃飯 我當時我當時反而是那種就是 我覺得我助演的話可能一杯喝的就能解決 我自己是這樣子的 所以上次王子不是請吃飯嗎 然後那段時間我很忙我也沒去 第二次直播 那可不 那得好好播啊 下班了 下館子屎錘哪有 那只是就是有助演的時候 或者有特殊時候的時候 特別搞笑我們今天在哥老關 然後 因為他那個開那個毛巾 不是要收費了嗎 但是你不開的話其實就不會收費 然後我瑞子圓圓 我們三個人用同一張毛巾 就特別節省 就是 遠遠前用 然後我用 然後瑞子又用 然後後面最後的時候大家擦嘴巴 我們是就是大家一人用一個腳擦嘴 你們懂嗎 那種心酸 一人用一個腳 笑死 今天送車看到努力營業的賠錢 那可不 那得就是跟大家說 goodbye 就是得好好的營業 昨天雷叔一座我旁邊他都說 細節好努力的營業 我說那可不 我說以前我都被粉絲說就是 下班的時候要多營業一下 要積極一點 有畫面了 哈哈 你們娘炮出門都帶濕巾 周菲希居然不帶 濕巾是什麼東西 我能帶紙巾都算不錯了 對啊 我們一人一個腳 一人一個毛巾的那個腳 插嘴巴 然後反面再用一下 哈哈 就是說 勤儉持家 按平方厘米 是啊 我今天上公演了 我今天上公演了 我今天上公演 還跳黑白格子裙了 不會吧 不會吧 有人不知道吧 還可以戴一個人 毛巾有四個夾 我們今天有好多人 我們是 九個人一桌今天 他們其他就是四個人四個人一桌 然後我們是做大桌 我做的大桌就是九個人 就是在車子裏 車子裏 車子裏 我們今天走的是那個貨梯那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走貨梯 為什麼 why why 為什麼要走貨梯 不想走貨梯 那個電器真的很油 你知道吧 就是一碰他那個牆上都是油 對啊走的後面 防疫也防疫 看明星要走小路 什麼這什麼理 我們是貨品實錘 謝謝 謝謝 我們是精美的商品 貴賓通道 我不要這樣的貴賓通道 這不叫貴賓通道吧 走正門一直塞馬路被舉報了 為什麼 那裡不就是專門拿來停車的嗎 嗯 能有多油 你想想送餐 送餐的那個貨梯 輕輕一摸都能就是摳下來很多油 可惜買不到 我覺得每一次的握手啊 還有每一次看公演 也算是 就是 怎麼你還想買啊 中泰有個後門 對啊就是那個貨梯那邊 有個就是兩個電梯 有點疲憊了 嗯 太陽序好痛啊 可能是因為昨天沒睡好 只准堂食 怎麼還想外賣打包帶走啊 什麼時候把後面堵住 哪裡堵住啊 眼睛腫了 因為怎麼說呢 好後門堵住 為什麼要堵住後門 塗點風油巾 風油巾有效嗎 對於緩解疲勞 真的嗎 幫我打爆太陽穴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奇奇怪怪的 快點 替我就是 教育這 教育一下這位衣補 可以安心擺爛不用修圖 為什麼呀 後門 是因為後門 塗在眼袋上保準不困 那會流淚了吧 會更清醒 就是太陽是有點暈現在 風油巾 風油巾很有用的 困的時候 往眼睛滴兩滴 是嗎 你示範給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怎麼滴 沒有使用過風油巾 什麼時候錄個視頻給我看一下 教我一下呢 就是錄個教程 好吧 你以為 你以為 誰 就是你以為 我的 我的這個 就是 我的飯頭 誰他都會請 請吃飯嗎 平常起碼有一個整段路的 反途法 確實我從電梯打開到車上的時間 沒有超過10秒鐘 能抓拍到的都很厲害 為什麼西西現在沒有瀏海 因為瀏海長長了 你看 長長了 沒有啊 我飯頭 我飯頭沒有欠你飯啊 不要亂 不要亂說 我還沒跳 他跳的啥啊 那個女生是吧 那個女生說要跳那個 今天仿佛嘉心路送車 為什麼人很多嗎 今天確實後門很多人 不要傳不要傳 這樣子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飯頭跑路了 你來當 好嗎 不要傳 誰傳誰來當 你以為飯頭很好當啊 送車距離短 我就說 挪用公款請粉絲吃飯 我請啊 我請 我請 請吃什麼飯呢 請吃 請吃大鍋飯 為什麼要罵你 你做錯了什麼 又聽到了 又聽到了 哦 所以大家走路 是不是要花0.5倍速走啊 這樣子 不然如果是我去嘉心路的話 我估計我都沒有反圖 也沒有多少人啊 我說的是實時在線 不是進出人數 最多是目送 出個街營業一下是吧 但是我很懶耶 我這種人應該不喜歡出街 所以不同就是嘉心路那邊 他們下班就是不喜歡 不是 就營業的時間很短嗎 買個水果 活人洗碼22 那可能就是我一個月的工資吧 也就 對吧 怎麼有點塗暈暈的感覺 是這個太低了嗎 調高一些 防規模嗎 嘉心路的大巴車貼到防規模嗎 小的 有點暈有點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點暈暈的 很奇怪 是不是剛剛坐車坐累了 之前有膜嗎 之前有膜嗎 廣吧的車 笑死我看到你發的那個了 就是我的眼睛上面有一個黃色的光 謝謝 非常的非常的那個科技感呢 整活 怎麼哪首歌啊 是不是可以就是拍到在拍照的粉絲 是不是可以就是拍到在拍照的粉絲 其實 貼膜可愛心 感覺像全容車 蛤 其實正常的四家車都是有就是防規模的吧 就是那種 呃 裡面可以看見外面 外面看不見裡面 拍票合影 笑死你這個角度確實 就是確實 確實 今天今天就是今天去簽罰單的時候 簽昨天的罰單 然後 我簽完之後我說 我說 無效公演了 然後姊姊都笑了 但是好像這些網約車他們都沒有膜 為什麼要罰 我們昨天超時了 好 笑死我看見你的夾縫裡面 你為什麼換號了呀 我才發現 還是說你前面標識變了 就是我看見你的夾縫 夾縫裡面被擠的 很艱辛了 真的很艱辛了 辛苦了 後面的日子還長著呢 真的好努力呀 今天我看到房子裡面還有人說 就是 聽朋友安利 然後來看我公演 結果今天不上公演 誰懂 我也很想上 我當時知道 十六號位前四沒人跳的時候 我當時眼睛一亮 我說 我現在去跟姊姊說一下吧 我說後面我上 因為我以為是 有什麼問題就是今天這個位置是空的 但是 但其實只是前面是空的 你選擇跑路 你為什麼要跑路 曾經四個半小時的中態一去不復返了 就是公演四個半小時是吧 因為現在比較嚴格 懂吧 不可以臨時上一下嗎 可以的 但是 沒有位置了 今天奶黃包特別搞笑 奶黃包他就說 他就說 他說 我推開 他就說我在後台 好多人啊 人 就真的人好多 我們隊根本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Z隊現在人真的很多 不和送車的擠了擠不過 你從來不喜歡送車 你從來不擠送車 不喜歡送車是吧 不是我感覺是因為今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天人這麼多 比平時多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今天人比平時多好多 就是 做屁股都做疼了 是吧 公演長到 晚上好呀 公演跨年時 哈哈我懂了 經常超十 超超過十二點 天哪 哦 只是因為地方小 所以我覺得人多 但是我覺得今天人 確實還蠻多的 鐵板凳 你們如果給廣吧 借印 你們就可以寫 一個 希望廣吧 把座位舒適度 優化一下 好吧 提個建議 哇 一個MC一個小時期啊 Oh my gosh 幾封信讀完一般的跨年 就是大家讀信都比較真情實感 是吧 然後可能就信比較長 然後因為沒有現實 然後就時間很長 哈哈 比上班還累 廣吧建議你超威啊 你給廣吧說 希望能夠把座位的舒適度 出實度提高 然後廣吧回應 你可以拍超威 超威舒服 直接把座位取消 MC是真的就 哦 怎麼啊 你沒座位做是嗎 凳子蓋好了 那個就呼呼大睡了 嗯 那你們說 確實哈 因為以前沒有這種相關的規定 也沒有那麼嚴 所以大家可能就會更 發揮就是比較 比較就是 freestyle一點 就是臨時發揮那種 佳心露的 位置比廣 比中態的要好 做一些嗎 哇 那很不錯呀 那超威 豈不是要變成那種豪華按摩椅了 普坐都這麼好的話 那超威豈不是 可以邊看 邊看 邊看公演邊按摩 哈哈 好冷啊 好冷啊 我現在在房間裡面 剛剛吃飯的時候我就只穿一個襯衫 但是 好冷啊 在房間裡面 在這 在這冰冷 的房間 好呀 我們吃火鍋吃著吃著 然後那個服務員就跑過來 就是問我們 對於就是鍋底啊 什麼口味啊 滿意嗎 然後打幾分啊 然後圓圓特別搞笑 他說 給你打個60分吧 怕你 怕你給你打高了 怕你飄 哈哈 他好好笑 啊 本來是個電影院 電影院改的是嗎 電影院改的 劇 劇場是嗎 折疊椅 那你們折疊椅是不是更難做一些 謝謝嗓子美好不要吃炸的送你的奶茶 為什麼啊 為什麼要邀請 邀請我們參加後 參觀後處啊 因為我們 哇 那是不是就是 可能觀眾沒有這麼多呢 因為你們說是老電影院 可能做容納人數不是很多吧 是不是 是 真的假的 你爸年輕的時候去那個影院看電影 好吧 站區能及很多人 以前是不是大家大部分人都是站著看空眼啊 滿場348個座位243個 中泰呢 嘉心路是不是比中泰要大呀 我今天看到嘉心路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可以撒花瓣 然後還有他們有升降台 然後我覺得哇 好厲害 一半都是站的呀 哦 很累吧 站著看公眼 意思是站區比較搶手是吧 哦 確實站區在前面 我記起來了 對的 站區比較就是靠前逆行 晚上好呀 今天怎麼這樣啊 今天怎麼一直打哈欠 肝未搶手 站區有氛圍 哦確實確實 我有看過一個舞台 就是跑去站區那邊互動的時候 真的離得很近很近 嗯 果然還是有區別的 為什麼坐下來就被封印了 不能盡情的喊口還是不能盡情的 哇 這麼貴 站區說小偶像壞話小偶像的都能聽到 謝謝 你在中泰 站區說小偶像壞話我們也能聽到 雅巴粉絲與站區跳舞無緣了 前由雅巴新娘後由雅巴粉絲你是吧 三角有移動的什麼 哦 箱子是吧 你在說 站票好貴啊 確實 能啊 能聽到啊 下次在咖啡廳講 哦可以 我現在就去咖啡廳 咖啡廳按一個那個什麼 竊聽器 讓我聽聽你們平時都在說我們什麼壞話 中泰站區說話全都被錄進去 真的假的 那這也好尷尬呀 大意了以後不敢說 可以說話但是不要說壞話 文明觀賞好吧 我建議你們把就是要說的壞話全部就是 攪起來然後 再就是坐車先坐車離開廣州 然後回到某個地方然後把門關緊 然後對著瓶子說 然後把瓶蓋扭緊 這樣才嚴謹 明白嗎 切聽粉絲機密 你們有廁所刮我還不能聽個那個什麼 我還不能聽一下啊 對吧 我也聽聽你們之間的 秘密 是啊怪不得我的耳朵越長越大了 原來是因為我有順 我可以就是我想要就是偷聽一些東西 移開廣州的路上都破防了為啥 說個話搞得和特務一樣對呀 晚上好呀 招風耳其實我也不是招風耳 我只是單純的耳朵大一點 好悲傷我的這個耳釘的小星星掉了 氣死我了 誰動 我今天因為我只是助演 我只助演一個嘛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沒怎麼畫很重的妝 中泰樓下的樹知道了無數秘密 我以前看一本 就是我小學的時候看過一本 那個兒童文學 叫做樹葉的香氣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故事講的 就是這樣描述 就是幾個小孩 然後有一個小孩 他的外號叫 因為大家不是都有外號嗎 然後他的外號叫墳墓 因為無論你跟他說什麼 他都會向你保證 我會像墳墓一樣替你保守這個秘密 所以就是當你想形容 你會替這個人保護他的秘密的話 你就可以跟他說 我就是中泰樓下的樹 聽到再多的瓜 我也不會說出去的 你自己都說 你自己都說好久不看我直播了 我 我要是能記住你就有鬼了 你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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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1 有人突然叫你就会立马就反应过来 就转头去看 其实能听到的 特别是靠名字的时候 你天天看直播能记住吗 你谁呀 好像第一次见你 天天和广吧音响较劲 就是啊 你们能听到就是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音响就是会有杂音 哈喽好久不见啊 羡慕第一次见 我就知道 谢谢猪猪的夜碟 谢谢 谢谢你最近恋爱谈的如何呀 终于想起了我是吧 在谈恋爱的甜蜜恋爱的间隙 终于想起了有我这个人 虽迟但到 没有不迟不迟 挺及时的 你头像好看吗 让我看看 你头像是谁呀 是你女朋友吗 吓 起死我了 不要像我秀恩爱 我烦 无语 我跟你们说 我最近已经看破了 我看破红尘了 我现在就是觉得说 人就应该在大好的年纪 不应该拿去谈恋爱 像某人一样 对吧 我们时常教育青少年不要早恋 不要就是因为谈恋爱而耽误自己的前程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不需要 我现在就应该专心搞事业 这种虚无的东西 对我来说 我就像是在学校里面早恋的人 是一个禁忌的 所以 我一点都不羡慕 而且我甚至还觉得 我应该更认真的搞我的事业 你就去谈恋爱吧 虽然你女朋友很好看 没错 便宜你了 你自己也说便宜你了 感粉 为什么感粉 没有感粉 没有感粉 周培西是不是又胖了 没有啊 最近没胖 去上海胖了 回来又瘦了 可能和 多亏于拉肚子吧 自从上次的 就是那个美颜 就是突发关掉之后 我直播再也不敢开 就是开美颜 你懂吧 就是我很害怕 再次那个 就是发生那种情况的时候 我怎么 我该怎么去 就是晚尊 所以我现在干脆就不开了 让大家见见 本身的我吧 看我现在就是什么时候 我的这个东西消失了 就代表我开美颜了 还行吧 长得也还行吧 也还行 还行 就是 100分我给70分的程度 美颜肯定要开啊 谁 特别搞笑 今天就是跟灰灰 不对 跟安安 还有跟小凳子合照嘛 然后 然后 他俩就很搞笑 我跟他俩说 我说你们修一下 你俩 他俩就特别有默契 我有点懒 就这样吧 都这样说 这就是三七生的默契吗 同一分反交 你要把我整笑了 你要把我整笑了 我有点懒 就不批了 对啊 他们都是这样 想让我修 我一般确实 如果他们说 你看你弄吧 我就会顺带修一下 以我自己的 我就说 那我按我自己的审美 来修了哟 那肯定不能只修自己啊 对我也觉得 我看 我夸他们说 确实你们不修 你们不修 你们就是 可以不用修的那种程度 一键滤镜不好 一键滤镜 我觉得 很 很 很 假 你这个人好尬 懂猪猪 你仿佛有那种精神分裂 你懂吧 一会儿 一会儿在那边扁我 一会儿夸我 你像那种 甜心来回切换 你懂吧 像那个精神分裂 一半 一半在夸我 一半在骂我 你自己发现了没有 P.O.A. P.O.A. 大事 我骂你 我哪里骂你了 谁骂你了 我只是说我不谈恋爱 我又没有骂你谈恋爱 你谈你的呀 好好谈恋爱 你谈恋爱爱找我了吗 没有啊 你加油 继续谈 我又不是那种吃不到 我又不是那种就是 就是会酸的那种人 我是那种 你好 我就会祝福你的那种人 你懂吧 就是我的粉丝 我没有 我没有就是 不允许你们谈恋爱 好吧 我反正很希望你们可以找到真爱 我真的 希望 我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 好吧 我怎么会是那种 就是霸道强权呢 我为什么要哭 我为什么要哭 很搞笑 你这个人很搞笑 我为什么要哭 好不好 又不是我的粉丝还有谈恋爱多着去了 好不好 你要哭了 你哭什么 你谈恋爱你还哭 你合着你还委屈上了 是吧 大家来评评礼 大家来评评礼 真的是 得了便宜还卖乖 在这里 刚刚我放的这首歌叫什么 你知道我刚刚那首歌叫晚婚 好搞笑啊 算命的也说了我会晚婚 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说我这个人婚姻不乱 嗯快点 咱们就是说变相的 肯定了我是一个专一的人 续约40岁不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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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续约40岁 别叫迪丽这把老婆了 我偏要管我 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 我就要 不准我谈恋爱还不准我叫别人老婆了是吗 还有没有人权了我要哭了 还不准我口嗨一下了是吗 口嗨一下 太冷了感觉又冷又热的 头晕脑胀 但是身体又冷 和迪丽热巴结婚不能吃猪肉 谁说的 不一定所有的 所有的新疆人都不是猪肉好吧 单一纯 单一纯是女儿 不行 谁谁准你说 谁允许 我们蠢蠢亲自亲自打电话跟你说 她是你的吗 真的是在这里异想天开 没有一点朴气 情敌了 我知道其实我在进团前的时候 因为当时不是宋欣然前辈去参加了亲你吗 然后好像说是她为了热巴给热巴送生日祝福 然后丢下了她直播间的9万人 那个我知道 那个是我当时还是就是素人的时候有看到过这个热搜 然后那个时候去 然后那个时候去因为我是粉丝嘛 我是热巴粉丝 所以我去观望了一下这个事情 不许叫我们小善老婆 叫老婆是单方面的你管不着我 对啊就是这个道理 不是不是我不在现场 我是就是因为我在超话嘛 我每天 哇你都不知道追情人上头的时候有多上头 就是一天可以进那个超话进个百八十遍 你懂吧 真的很上头以前 我不能我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级数 好bgm yes 好听好听 善一纯比我小一岁 你们也会上头吗 知识 你们喜欢知识啊 我也喜欢知识 英雄所见略同啊 口味都一样啊 我也喜欢知识 我也喜欢知识这种温婉型的 温婉可爱型的 月兔哥你老婆 月兔哥 另外一个身份是不是叫陶屎 对吧 月兔哥可爱型 陶屎人家有CP的 人家CP是小英他哥哥好吗 understand 不要乱拆官配CP好吗 这一对我还是磕过的 叫那个 也不对 陶屎好像是小英他哥 那那个 就是灰头发 淡眼睛那个人是 是叫什么名字 就叫陶屎吧 嗯 那那个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月 不对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的 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CP名 好像叫做 雪兔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 你好可怕 你也磕CP吗 月城雪醋 对对对对 他叫雪醋 所以他们的名字叫做 陶屎 西班 你磕西班 哎不要这样挤 很难听哎 这个CP名 真是的 我想想想我跟热巴的CP 应该叫什么 叫 叫 叫热热热热热 叫陪 陪迪 不对不对 叫 叫 喜地夫妇 叫喜地夫妇 喜地夫妇 我们就是比较擅长于喜地 喜地夫妇 请叫我们 对我们是喜地夫妇 不是不是 这个名字不太好 那我再想一下 热情巴西 想不到 谢谢蓝色双鱼的奶茶 陪你热吧 稀里糊涂 哎这个好哎 这个好哎 我俩都是那种 冒冒失失 笨笨的那种 憨憨的 稀里糊涂 哎可以 小波罗 你看啊 你一定语文100分吧 你一定语文 就是是你们班 很高的那种人吧 稀里糊涂 稀里糊涂 稀巴 稀巴这个有点 像脏话呀 不太好啊 金波罗是广东人吗 他好像是的 但是他在外地上学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来 没来就是找我了 甚至已经快要失联了 我感觉 有些感情不为戏的话 是真的会淡的 你懂吧 沐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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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 不太 那个吧 你的意思是 迪丽莎巴 迪丽莫拉提 是吧 莫拉提 其实算是他家的姓 所以 就是说 有些人 已经很久很久 没来找我了 我都甚至要忘了 他长什么样了 金波罗 金波罗 怎么还说韩语啊 你的话我还是知道你长什么样的 毕竟昨天某人还在那里脱塞看我 好吧 你的话我还是记得了 然后昨天 怎么感觉这个人有点眼熟 不会是小蓝吧 叫做什么献给阿尔吉隆的花束 这个人不会是小蓝吧 说错当我 说错当我 没说好 因为他的 你这个语气有点像他 然后昨天特别搞笑 就是 有个 有个女粉嘛 因为他还挺可爱的 短头发 黑色的短头发 穿了个大衣 然后目送的时候 因为大家生日走得很慢嘛 就是生日前面发痴的 然后走得很慢 就堵车了 然后他停在我前面 然后我就看到他的那个 手机壳上面写着 本人射孔 然后我就指着他的手机壳笑了 可爱女粉给你说说 就是你吧 小蓝就是你 可爱女粉给你说说 看这个就是你 每次有女粉就 羡慕什么 羡慕他们尊贵的vip可以用 可以随意改 你也可以试 你改个医保 哈哈哈 谢谢酷啰啰的奶茶 本人射杂 哈哈哈 你刚才说射牛 谢谢猪猪的奶茶 这款手机壳的情侣是 情侣款是本人射牛 确实 不过应该是 我也是 我也射孔 你只会改一个 希希今天吃什么 是吗 这么这么甜的吗 要改一个 跟我就是 比较贴切的 谢谢小菠萝的荧光棒 谢谢一杯可乐的奶茶 还好你郁郁 怎么怎么天天郁郁 改希希大魔王 我很凶妈 我对你很凶妈 让你觉得我是大魔王 哼 年度报告 什么年度报告 什么年度报告 谢谢优理今天吃什么的荧光棒 这id改的也太快了吧 微信转你100 你帮他改 人家给你转100 人家都自己买了好吗 去哪 什么口袋年度报告 那个怎么看 因为好像可以看到 谁是你的房间 第一发言人 是吧 是那个吧 是的 我今天吃了自己做的三明治 那个是有人有人做的数据吧 不是官方的吧 对吧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是奔跑哥 我的说话第一 绝对不可能是奔跑哥 居然没有食物中毒 是呀 我长大了 我做的食物不会让我自己食物中毒了 什么数据 就是好像就是 你的口袋发言第一 之类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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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它是小兰 这语气太像了 刚刚退出去改ID改错字了 还在审核中 你怎么你都不确认一下 你就点确定了 就跟我一样 就是我回人家语音翻牌的时候 看见 在回的那一瞬间看到了 只有23秒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慌了 但是 有教程 小金 作为一个程序员 你的作用就开始了 不 你的 你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加油 程序员 你把我改成西西了 真的假的 原来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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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西西啊 太甜了 太甜了 小西流 成周培西 太甜了 太甜了 我们的CP叫什么 来想一个 小西流和 周培西的CP名叫什么 取一个 想一个CP名吧 想一个嘛 WC 稀里糊涂 怎么 我和你们的CP名 也叫稀里糊涂啊 和热巴的也叫稀里糊涂 和 和那个 你们的也叫稀里糊涂啊 找到了 猪猪 猪猪 我记得猪猪好像也会一点就是程序代码这方面的是吧 厉害哦 算是全能吧 全能 因为你好像也会音乐是吧 我记得还会作曲作词啥的 你优秀啊 全能全能超人 是 晚上好呀 我今天睫毛涂得特别好 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睫毛 看到了吗 看我的下睫毛 不行我要改掉皱鼻子的这个习惯 因为 皱鼻子容易有皱纹 你看我老是喜欢这样 然后其实这里会有皱纹的 你只会ps 你还会拍照是吧 只会ps 你好像还会拍照 怎么 我偏要离近一点 怎么 离近不好吗 额头上的痘痘 算了 还是离远吧 就是咱们就是说不要经常的皱鼻子哈 我像那个wink wink失败一样 wink失败的人一样 我开始 我开始就是迷离了眼神 就是他们是怎么跳来着 边跳边wink 没有在内涵的意思 只是在就是 对的 对的 我不在意 对不起 谦虚了 谦虚了 谦虚了这位朋友 谦虚了 谁被呐喊到了 没有 他们那个我 他们因为他们 他们全员就是wink wink的频率有点高 所以大家最近都在说 发病日常 是的 是我的发病日常 对呀 小王子跳舞真的好辣 我跟你们说 说到这个我可不困了 说到这个我头就不晕了 那天就是生日彩排的时候 然后 那个 他不是助演那个千诺的那个monster吗 然后 我在下面看他跳 我整个人被他吸引住 一整个被他吸引住 刚好 因为在 因为他们四个人 刚好都很高嘛 然后 我一时没认出来 他们 几个都太高了 把小王子都显得娇小了起来 我就没 一时没认出来 后面有一定睛一看 那个金发 然后很 很辣 很寒的那个美女 是谁 再仔细一看 小王子 我天哪 然后我一整个 我本来是经过那个 经过那个门的 然后我直接就站那 看 谁懂 我就 就把他 他记住我就一整个看完 然后我才走的 真的太辣了 谁懂 小金当时口水都流下了 哦 原来他喜欢这样的呀 我年龄比他大 小王子 小王子多少岁啊 王姐谁不爱 真的太辣了 辣死我了 辣死我了 口水收收 口水收收 下次下次不要再 下次不要再 就是脱腮看我了 就是留着点那种 你现在脱腮去看小 小王子吧 那他还感受一下你的油腻 你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跳到他那种 就是 感 他的那种 舞台的那种 那种 你懂吧 我觉得 没有办法跳到他那种程度 还是需要更多的舞台经验 笑死了 反讽 反讽 一集 不要脱腮 我是为了你好 脱腮容易就是 把下巴弄短 容易大小脸 懂吧 我是为了你好 我是为了你好 多向王杰取经 我觉得 要是 对啊 要是在能再跳 能再把性感的舞 驾驭好 就好了 可是我现在就是 我也感觉我跳性感的舞 也不是很好 好 西天取经 笑死了 说话还是你会说 Can't always tell me nothing Tell me nothing 好 我在模仿 还没审核完啊 还没审核完啊 我帮你去催 催带王 立马 马上 立刻 马上 immediately 帮我的粉丝把ID改了 还要省一个小时啊 对不起 但我没说 但我没说过 这不是放电 这是眼睛抽筋了 这是眼睛抽筋了 这个歌词很搞笑啊 你让我觉得像十一 这首歌叫ELEVEN 是新女团的出道曲 这首歌叫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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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刮的今天 不不不 做错了 其实我今天是想做一朵 可爱的花的 我老是可恶啊 我们11点40下播吧 是的 你们知道我最喜欢里面的谁吗 我最喜欢里面的 盲内 我最喜欢盲内 盲内 我最喜欢盲内 最小的那个 反正他还几岁 他几岁 15岁 你怎么每次看直播都太困了 别人一直播你就困 好 抢你女儿 好吧 那既然是你先看上的 那就那我退出吧 对不起 我会离开 我最喜欢的是ELEVEN 女团里面的盲内 你以为你改名成盲内 就能占到我的便宜吗 最近宋芝雅很火呀 成全 我对你 什么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 这么多年 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成全了 我的潇洒 你才练童 你才练童 不要乱说话 谁练童了 你才练童 不要乱说话 谁练童了 真是的 你以为我是变态吗 我才不是 我不是变态 谢谢 这首歌又开始了 我最近很喜欢循环这首歌 谢谢衣补的夜碟 谢谢姐妹的夜碟 谢谢 姐妹最近的风格也是换的 非常的 反讽 非常的会自嘲 然后还会反讽 生活太苦了 苦中作乐 咱们都是一样的 今天和Sola她们 就是因为我不是 我在那喝冰美式嘛 然后因为我就是太冰了 然后我生理期 然后我就不能喝太多 然后我就问 有人想喝冰美式吗 然后Sola这样听成我想喝冰美式 然后她就说 我这里有一杯你可以拿去 然后我说我不要 然后江远航就 我不是给江远航了嘛 然后江远航说好苦啊 然后Sola讲说 这都叫苦 冰美式本来就是苦的 然后Sola讲说 再苦也比我们的生活 再苦也没有我们的生活苦吧 笑死 这就是 对啊 再苦也没有我们的生活苦啊 说到苦中作乐 因为生活太苦了 就连 冰美式 我都觉得甘甜的起来 所以说 是 看到她 Sola很二次元 但是我跟她是一个人格 我们俩做了那个 我们是那个就是 16个人格的那个测试嘛 然后 然后我跟她是一个人格 还挺挺挺 挺惊讶的 生活太苦了 需要多看西西 如果说 看我能让你觉得开心的话 那你就多看一下吧 哈喽 嗨 哈喽啊 女儿 哈喽 小鱼宝贝 女儿来了 明天是不是要回学校了啊 女儿 怎么不说话了 不回吗 放假了吗 哇 放假了 放假快乐 现在有很多学校都没放假呢 女儿的女儿 女儿的女儿 我是你女儿吗 我怎么从你的姐妹变成女的女儿 19号回广州 今天是 16号 还有三天 还有三天就可以见到小鱼了 好久没见小鱼了 对不起我会离开 研究如何嫁给你的学校就没有放假 嫁给你的学校就没有放假 我的学校就没放假 所以 超级加倍 嗯 嗯 嗯 那我还叫小乔他们 叫 小乔宝贝呢 我还叫前辈宝贝 怎么 你女朋友看上张树渝了 看上灰灰了吗 我们23号 才 那个 哦 哦 周周前辈 好的好的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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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周周前辈 谁能不喜欢美女呢 我只能这么说 好不好 美女谁不爱 确实很美 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 太阳照着你好温柔 我来听一下沈小婷那个团的 哇哒哒哒 男童不喜欢美女 男童不喜欢美女 小蓝不在我直播间的蓝就是那个味道都淡了好多你们知道吗 哈哈 我就就在我我在的打还挺好听的 答什么问号 哈哈 看吧暴露了就是你 小婷 我刚才点击你的主页看了一下 还用辣椒来演示是吧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不是很浓了 我也很喜欢小婷 哇我看了他的直拍我好喜欢 晚安晚安晚安姐妹 又来睡个好觉吧 明天要上班吗 哈哈对不起问出了一个你很难受的 确实 而且因为他他在里面很高嘛 他在里面真的很高很出很跳 很出挑 又高又瘦的 我不查房 我只是好奇他的真面目 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 诡计多端的人罢了 所以我就点开他的主页看看他到底是谁 哈哈哈哈 鬼子 没说啊没说是你说的 加油加油 要记得苦中做乐 苦中做乐 懂吧 懂我意思吧 哈哈 他只不过是换了一个面孔吧 我觉得 换了一个面孔 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 你懂的 然后就在我的房间 我一开始真的没认出来 他经常换ID呢 他的身体里面住着好几个人 改头换面也没换 没改到味道 味道还是淡了一点的 但是 就是面具底下真面孔 还是被我们识破了 对不对 我们都是福尔摩 C 没有舒服了 是吧 淫麻了淫麻了 就是他让我的直播间总是充满着那种 就是某种 某种群体的味道 我看看来唱一首晚安曲吧 毕竟 毕竟 毕竟我可能有 有有有有有一段 有有几天不直播了 有几天不直播了 让大家看一下多看一下露脸的我吧 哎 好心酸啊这句话 唱一唱一半吧 反正刚好时间也到了 我们来唱一首浮游 浮游 浮游这个词 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它是单细胞生物嘛 单细胞生物但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浮游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很努力的生活 看看小婷 哇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 写就是 写就是 你懂吧 很有眼光 非常有眼光 的人 浮游每一天睁开眼 我们都是浮游 平平凡凡生活 我甚至还搜过这个 的那个优克里里的谱子 我想自弹自唱来着 但是搜不到 我这里有一个梦 想到了你 就抬起头心提 我的优克里里在家里 马路上匆匆忙忙 小小灰色 一火窗 疲倦的心 关上了灯 不做 梦 每一天睁开眼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平平凡凡 回音了 红红烈烈 追逐 一个梦 一盏 我们都知 不过是 过年可以直播 直播 直播谈优克里里吗 但是我回 我回的是昆明 我不是回西安 在我西安 就是我 我亲戚的家里 因为我在大学 我在西安是 住在亲戚家 你懂吧 有谱吗 啊 我只是想找借口 不谈罢了 谢谢长安大学 上不了 对啊不放假 我同学他们都疯了 你懂吧 就是整个很多崩溃 外地人整个大崩溃 不是三亚有房 你是用 你是用 你是用眼睫毛 看我的直播吗 是我小姨的朋友 但是 就是 本来说是去三亚旅游的话 住在她家的 你们是用眼睫毛 看我的直播吗 你有 你在三亚有房 好厉害啊 你用鼻子看的 用鼻孔听听 有点想去三亚 因为没有去过 晚安啦 各位 我要卸妆 然后洗澡 然后 回回翻牌 自己我是一个 热爱工作的 XOX 晚安 拜拜